各位晚上,你看到香港時間晚上10時半或10時9時 我就視乎安排決定,因為我看張寶華的結束時間 一般來說,老共的民族主義分子被軍機一炮打殘 當然,老共這班人一定會找一些議題來玩 不用說了,我發現一件事 我猜這是跟強積金的數字,NPFA的數據 有部分中共的人看到有關 你見到吳秋北,你見到楊振英開始蠢蠢欲動 即是開始,即是他們說有關BNO議員 他們已經去到沒有point的地步 我想他們都是為文革做準備 然後有些古形精怪的人,社運迷因事件補 我覺得應該是元樂奇的人 應該是 我猜是科大FIPsecret的民族主義分子 我推斷到應該是同一個民族主義分子 然後,2015年那個組織改了幾次 那些是垃圾 然後,你見到軒圓光正 又無緣無故搞事 但又怕被我移動 用copyright 這些傢伙 我知道他可能偷片 有可能涉及偷片 我現在都在找 我可能會找copyright的行動 你偷偷片 我告訴你 我牽完光正,我講得明白 你偷偷片 你上次給的溫哥雅地址是假地址 我一定追到底 不用說 我的copyright政策非常清晰 好了 這麼多這些人 為什麼他們開始要玩這些事情 很簡單 NPFA公佈了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 因為永久離港為理由 拿回NPF的數字 他已經有最新數字了 最新數字是這樣的 永久離港 提取降積金申索理由有7,700宗 按年升1% 按月跌9%好像沒有 但有關金額達到19.3億 按年升49% 按月跌0.5% 這個7,700人這個數字 我已經在說是有疫情 那些NPF的公司 用一些狗招 不享受那些NPF的提取 我現在我要公眾譴責 就是一個叫銀元 銀元送托那一檔 銀元送托那一檔 我直接咬 我不用說了 有些NPF公司就OK的 總之你看到 Biometrics的 他會肯做 但是現在銀元送托就不是 他說我一定要知道 VSA來源 我很心想 別人有Resident Permit 別人政府已經批了 以及根據強積金的法例 他就可以申請的 我想問銀元送托那一班 那一班是什麼人 做NPF做到這麼糟糕的 Compliance那些人 那些名字 全部一公開摘出來應該 摘出來然後給西方國家的機構 就是這班是賊 這班是盜賊 我告訴你 賊? 人聯 然後有幫 HSBC 我公開罵 點名罵 有些已經 有些已經 有些已經做了事 我就不說了 那些 按照程序 就是我那個7700單裡面 有部份 小部份是BNO BNO visa 因為其實 這些人說是NPFAP I don't think so 其實那個是信託人信納的 那個NPFAP 兇你而已 其實 所以我相信 是個別的NPFAP 的管理人 投共了自己 你有政治偏見 就有政治偏見 喂 人家有一個Resident Permit 人家有一個Resident Permit 那你就不關你的事了 人家就永久 他說一定要永久 為什麼有永久居留 才去 你瘋的 那法例不是這樣寫的 糟糕 因為我很少罵NPFAP的人 是糟糕的 我現在就逐漸咬 我可以說 真的糟糕 但你有些 譬如加拿大護照 他不算 英國公民護照 他不算 我在那個7700人裡面 有少數去了中國 OK 我猜可能有 1000人左右 或者幾百人是BNO 然後你走的 其餘那些應該是澳洲人 新西蘭 或者 加拿大 或者美國 美國 這個你可以看到第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 你的金額大增 其實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現在走的人是中產來的 都有一些錢的中產 這是第一 所以為什麼他們現在開始 梁振英 不抽筆的 開始害怕 開始發動攻勢 就是這個原因 開始發動批鬥的攻勢 就是他們首先 找了一些人 在那裡 stir up 疑問 批鬥疑問的人 OK 我當然有些人 我就不覺得 是 有人收了批打 但是蓮登有很多 收批打的戶口 擺明是梁振英的 不用說 都看得很揚 都看得很明 這件事 接著他們 因為你現在走的 譬如是中產 他們帶了一大塊錢 如果第一季已經這個數 第二季 第二季 是BNO visa 批核的高峰期 接著你有一部分 裡面必須是BNO visa走的 有些可能是 譬如你 有一種情況 就是BNO加BC 那如果他 我弄了一個戶籍 我老公是BC 你一定留在那裡 那些他沒有得不和我的 那些一定要給你 我知道KC有一種 就一定是給你的 就是 如果你是兩夫婦 其中一個 一個是我的BNO visa 一個是我的BC 一定給 他沒有得不給 因為BC 你幾一半 一定永久而講 你有分書 有 你永久離開 那些 喂 那些 如果你加上那些 你計算那些 就是有一部分 強積金受託的人 是肯做事的 我估計下季多 你推翻BNO visa 那條數字 有三萬多人申請 去到三月 有部分人都未走 你想想 一條數 四月五月 又是一大堆 你想想 那裡離開多少錢 每季來幾十億 每季來幾十億 你猜那裡整百億 你猜 你猜老公不怕嗎 所以 你看到NPFA 就說 多了人做自願性公款 多了很多 我心想 我 為何會 多了人做自願公款 這麼有趣 有著數嗎 在NPFA的世界 做自願公款 有錢差嗎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 有人開始作數 但是 有人開始作數之餘 有人就開始收到 政治命令 就說 看到 梁振英 不抽筆 開始批鬥 BNO的人 我有時候覺得 譬如梁振英說的話 你真的要回到 殖民地年代 我心想 喂 不好意思 其實我是想回到 1997年之前的香港 我就是不要1997年之後的香港 我這麼久以來 我一輩子 其中一個政治目標就是 將香港回到 盤定康年代 至少是盤定康年代 我就是不要中國 怎樣 梁振英先生 你吹嗎 只有你 你這傢伙這麼喜歡中國 你自己回北京住 你是黨和國家引渡人 你回北京住 是不是 你是黨和國家引渡人 你有黨和國家引渡人待遇 你回北京住 一定是大爺 要搞香港 你除了是心理變態 你除了是一個賤人 就是 誰是 誰是 所以你問我 我最討厭什麼人 你是說曾林鄭月娥還是曾梁振 兩個都很討厭 兩個都很討厭 兩個都很麻煩 不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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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公園會暴徒 公園會在我眼中 完全是一個百分百的恐怖組織 就是他們這班人從來沒有為1967年的報道認過錯 1967年那是真報道 那不是報道 那是恐怖主義活動 我想問有沒有人認過錯 公園會說沒有 誰帶誰惡誰正確 他們都是這樣做事 所以我想 你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知道這班人說話沒有點 其他原因就是因為 你七千七人有一部分 加拿大英國小樣BNOBC 已經有七千七 如果是BNO走賣 我估計其實走很多人 我估計 那些人吃水餅生得多 你想想那裡多少錢 如果是BNO走賣 你想想那裡多少錢 你估計有沒有50億 有啊 每季50億 每季50億 你想想那些股市哪個 什麼 你想想 你香港的Casino 你基本上是被焗到的 這個就是 搶殖金最不易的地方 就是你那些 那些草根小市民的錢 來被焗到的 我覺得如果你不 你 搶殖金不是那麼不易的 我覺得還好 不是啊 這個搶殖金是不公不義的 不好意思 你錢是跟人的 你不是別人那些除富除資 那些退後保障制度 又不是 你為什麼 你現在是我別人的財產 而且我覺得 NPFA是不尊重《基本法》那個 裡面那個 就是關於私有財產的部分 不過我覺得 現在基本上沒有人尊重《基本法》的 黎智英的財產都在沒收 我覺得 就是 你看到很多香港人 加緊離開香港的 已經 這都是的 中產 中產為主 我估 所以 那些人開始拿錢 我估計第二季的數字 應該更好看 就是 他經常說 你看到那些報道 很被重就輕 但是 你看到 吳秋筆跟梁振英的攻勢 你知道哪些是被重就輕 他們都不知多害怕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我想NPFA 第二季數據 會再多些 另一個原因 就是那些西方國家公司 開始考慮撤出的問題 這個近日都有報道的 很多西方國家公司 由歐洲 去到美國的公司 開始考慮撤出的問題 有兩個原因 我想 G7的財長的決定之後 就會更加加快 第一 你有講返了國安法 香港這樣的社會搞成這樣 我沒有必要把亞太區總部留在香港 我去新加坡就好過 如果你真是一個威權社會 我也是威權社會 我覺得新加坡什麼都可以 真的可以 我至少那些法官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你想想 你英國連最高法院的退休院長 都已經 想著不做中心法院法官的時候 我想問 我留在香港的公司 沒有意思 整件事 英國法官開始離開 港版國安法 你開始沒收人財產 沒收藝智英的財產 你去到這些為了 我為什麼要留一間公司 沒有什麼 你香港又貴 是不是 你又要很多人 要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的話 你送回英國 你用時差上班 是這樣的 可以用時差上班 其實我覺得 你用時差上班 甚至可能更好 譬如我這些 做YouTube的 歐洲時間 最完美 我日間 你香港 晚上 最完美 我就 變成是上班時間 做事 這個是最好的 其實 就是 我想大家 時差做事 沒有所謂 我想更加堅強公司 當上 G7財產會議 已經決定 把全球公司的最低利得稅 定起百分之十五 如果定起百分之十五的話 老實說 其實很多西方國家 會相應降低稅率 來 來 做什麼 因為 如果 你能夠降低稅率 來換取 人們走稅 你賺的稅多的話 我覺得 很多政府 會願意 扣稅率 減稅率 如果這樣來說 香港還有什麼 又沒有司法獨立 又沒有公義 空氣又差 吃東西又差 居住 居住 成本又跪 又要對著黑警 又要對著梁振英 反正你對著 摩加加 安樂工程的電梯 你會摩加加 幾個黑警 東九龍總部 突然間降低稅率 誰知道降低稅率 急降 你簡直覺得 潘樂圖和鄭若驊 是否手足來的懷疑 是不是 雜景 但你用升低稅來雜景 現在 你用升低稅來雜景 我想你去到這個時候 很多西方國家公司 我沒有必要留在香港 就是 尤其日本公司 他沒有必要留在香港 他沒有必要留在香港 他在香港的員工 有外國籍那些開始走 然後又怎樣 永久而言 永久而言 拿回NPF 是這樣的 所以NPF 隨時用更加狗的招數 不讓人拿NPF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以說 沒什麼 西方國家真的要求制裁NPF 我覺得 最後 你要強奪民產 或者要求西方背景 NPF的公司 那些保險公司 你要做回應該做的事情 當然 如果你用中資 或者港資 那些就沒辦法了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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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元信托剛才那間 那些全部 那些香港本地的華資銀行 都是混蛋 那些 那些就算把 那你轉強積金公司 是這樣的 你最後會觸發轉強積金公司 是這樣的 雖然香港做保險的人都很混蛋 香港做保險 香港人對保險公司的態度 那種 那種印象之差 其實是有原因的 基本上 但是 我想 你去到 你加緊走資 就是有些人 我覺得中國是死托的 你看NPFA那條數目 你也明白的 那條數目 你說 收的公款是日年最多的 自願公款 可以扣稅自願公款 增長百分之二十八百分之 我覺得 不合理 真的不合理 因為 因為你說扣稅 我不會覺得那樣是一個好的投資 所以你說可以扣稅 那些問題 這是不是很好的投資 香港的強積金是否特別好賺 不是 那些費用又這麼貴 而且那些費用這麼高 又沒有透明度 那些投資組合又不知什麼 不過 為什麼要投資香港NPF 那些問題 你看到 這個世界有人托使 但是托到某個地步 托不行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離硬 我想他現在是托使 還有他會繼續做一些言論工作 即是怎樣 去抹黑那些疑問的人 我覺得很多 那你最慘的是 有些黃營裡面 有些人 譬如從本土派到左膠 都會說 每次都是這樣 做到useful idiot 很多都是這樣 就是 我有時候覺得 你要搞清楚那些分化言論 就是 我經常覺得 走和牛是兩條腿走的 在這個世界上 一定是 東德那條路 就是 有些做了useful idiot 尤其是左膠 那些左膠也是很難頂的 左膠 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 附和了楊振英的人 你自己不知道 我的看法很簡單 就是繼續走 就是 因為中國為了托使 他一直托 他就會把中國裡面的錢 捉出去 捉爆 那我覺得 有些人都樂觀其成 有些人都樂觀其成 有些人都見到樂觀其成 沒什麼的 你 他可以借這個 托使為名 自己 帶這些錢出去 那 OK 我覺得 走資的隔壁是黃岩齊齊走 總之就是 你把錢帶來香港 或者是黃的岩 本來 你都跟我做同一個目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覺得 香港人現在是在加緊來說 現在其實 我想 我們在網上 就是 有時候 我會覺得 我有時候 我在這裡做節目 做了這麼久 我也做了兩年 你看到我的模式 我不會說自己是老師 我通常 我叫賭主的原因 是因為我自閉 所以我叫桃花賭主 是因為我自閉 我也是真的自閉 因為我自閉 我叫桃花賭主 我不是教主 我是賭主 但是我用一個很清心 我好像跟大家聊天 分享我自己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我是這樣的 我不會當自己是高在上的一個人 我也是一個平民 我想 大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 你網上有很多 所謂KOL 我不叫自己KOL 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評論人 我一直 我都希望用回 就是評論人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一直都在這個位置 不是Key opinion leader 你做 opinion leader 已經很高要求 就是Key opinion leader 哇 大哥 你不要把自己的狗吹那麼大 別玩 大家沒有這個Key opinion leader 實力的 我想其實大家知道 一件事是 很多人懂得判斷的 我就提供一個理性判斷 告訴大家 現在外面的形勢是這樣 你做一個理性判斷 我給大家一個理性判斷 我告訴大家 你怎樣去爭辯 你有時候爭辯爭到 完全是 掃諸情緒壓縮 大家就會覺得 這件事是不是有鬼 反而走得更快 現在就是這樣 為什麼有很多老師走很多 因為有些人的爭辯 是回到以前 其實 這個是香港的政治 網絡政治討論 禁愛以來沒有變的 我想禁愛以來沒有變的 香港的網絡討論 討論的方式 一向都是怎樣 有些人 很空閒 網絡的聲響很大 搞到討論很難看 洗版這樣做 很偉多分身 因為他們以為那些是主流討論 但問題就是 真正認識的人 就自己靜靜地走了 不跟你爭辯 免得煩 然後爭氣有什麼時候 就自己走了 現在就是這樣 BN也要繼續走 當然 走的人 我覺得還是不夠多 當然 撤離的人 不夠多 如果你真的想西方越強 大手腳做事 制裁者更爽 其實 不止就知道 因為你越平民 平民就應該盡快走 無論如何都是 你平民 對平民和對政客 兩個立場 有些人很空閒 或者不知為什麼 他的公餘時間是異常地多 有些人 然後就搞到討論 完全失去焦點 黃毓民 這就是黃毓民的錯 黃毓民帶氣的人 雖然現在不是黃毓民帶 那些人很多人已經和黃毓民反了面 但是那種手法沒有變 所以 你看到我現在的走法沒事的 你一有重大事情 我和他什麼自行動 我和他一拳打爆他 麻煩你 但是我想現在很清楚的現實就是 這些香港人正在加速離開香港 都是的 都很清楚的 那今晚第二節就講到這裡了 第三節呢 香港時間是12點多 我就在考慮 講不講國際法律那件事 還是講其他事 你知道毛鷹有加速新聞 你不知道 但是他已經知道 這是什麼時代 那我先講到這裡了